近日,南海深处一枚导弹从海底快速飞出 准确命中百公里外一艘靶舰 靶舰顿时爆炸,巨大的火球熊熊燃烧 这是越南海军在测试击落级潜艇前射反舰导弹的威力 而且,从现场威力看 这是一枚装满200公斤弹药的俱乐部前射反舰导弹 而且,射程可以达到220公里 越南在2013年以18亿美元引进了6艘俄罗斯击落级潜艇 而且,越南还拥有从俄罗斯堡垒 超远程反舰导弹、防空导弹、猎豹级导弹汇舰、毒蜘蛛导弹艇 苏30、苏27战机和反隐身雷达在内的一系列先进武器 但是,能不能说这样越南就是南海周边东南亚国家军事能力第一了呢 其实,越南这点实力连泰国都比不上 泰国订购了5艘我国生产的ST-26AIP潜艇 S26T的水下航程 在使用AIP系统时,航程则达到768海里 能以低速在水下潜航20天 全速冲刺时水下航速17节 而越南击落级潜艇根本没有AIP系统 一旦进入水下潜航就必须不断的上伏充电 这就给了ST-26潜艇发动伏击的机会 而且,越南击落级潜艇只有停手探测系统 要想知道后面的情况就必须整个潜艇进行掉头 而ST-26潜艇是全方位探测系统 在以被动方式工作时 对水面舰艇探测距离可达50千米以上 对水下舰艇目标的探测距离在20千米以上 同时,ST-26潜艇安装的SM-708 牵射反舰导弹的射程是280公里 不但可以打击水面目标 还可以攻击岸上目标 无论是射程还是多用途性能 也都超过了越南俱乐部反舰导弹220公里的射程 完全碾压越南海军 泰国还订购了我国满载排水量 在2.5万端级071E行舰 装备HPG-26型单管76毫米舰炮 后方新增了一座24连装的HQ-10近防导弹发射装置 在舰艇两侧还安装有简化的730型 30毫米禁防炮系统 韩国3700吨集护卫舰 安装锤发系统 可以装载32枚锤直发射导弹 越南要说东南亚军事第一 都是70年代的事情了 现在越南百战老兵早就退得一干二净了 而且越南军队现在主要任务是经商 越南军队现在有大量的公司企业 因此一直到现在 越南都没有真正成系统的高强度多兵种对抗演习来磨练战斗力 越南空军的苏30米格21战机 是找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修的 就是那个飞机杀手印度斯坦 你受得了吗 越南自己对这些武器根本没有什么维护能力 因此越南就是测试成功 潜射反舰导弹也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击勒级潜艇在战时 连泰国海军都打不过 泰国护卫舰拉上声纳 海上攥上AIP级潜艇 就能把越南那几艘潜艇封锁住了